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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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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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反正这么多理由那你就跟他分配 我想给他解释一下这些事情 你还想跟他在一起 是吧 对 好 那你解释什么呢 主要是其实是因为我的工作的问题 老板筹贝两十年开始之后 我就开始比较忙了 我就忽略了对他一些照顾 当然我希望作为一个男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爱情和工作让我去选择的话 我会工作的算责多一点 他也知道工作在我心里的价值感 会比重更大一点 女生是认为说第一不关心对吧 第二你对他不放心 对 对吧 他身边的女生朋友太多了 第三你觉得他好像跟前女友 还有一些 不甘情 是吧 他总提他 哦 老提他 你是觉得 他多心了 对 你是能让人放心的 对吧 而且你是一心对他的 所以你来了 即使他要分手 你都说我不分 对不对 对啊 你说你 你踏踏实实地告诉我们 就是在你们一地恋的时候 你觉得幸福感多一些 而在一起之后幸福多一些 一地恋 但是我不想一地恋 我想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 所以才就是坐那么远的车过来 明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我想先问女孩 你觉得他为什么选了你 他说 他当时觉得我和别的女孩不太一样 你知道不一样在哪 他觉得我比较温柔 善解人意一点 那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我挺理解他的 那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你认为你最希望你们之间的距离 跟相处的频率是怎么样的 每天其实也挺想见的 他能 能献的话最好每天献是吗 对 好 这是他心中想要的距离 同样的问题我也请问你 在这么多你身边的如云美女当中 你为什么选了他做女朋友 当初的时候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温柔 然后来 我觉得更多的 因为在时间一起比较久了 看也两年多了 所以说 我觉得有一种责任感 应该让我去照顾他 我相信 刚刚大家都听清楚了对吗 在你的刚刚的回答里面 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 跟情感相关的动机 你觉得现在此刻 你不想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你觉得责任未了 你觉得跟这个女孩 既然交往了 你就要照顾她 还没完成你的使命感 所以不放手吗 而不是因为还有感情 还喜欢她吗 我也喜欢她 这个 超过你身边的那些 你拍照的女生对吧 当然了 超过你的前女友吗 当然超过 好 那么你知道他在意的事对吧 他希望能够常常见面 能够达到你的电话跟简讯 做得到吗 做得到 答应了之后是会每天做吗 尽量吧 我现在说吧 我觉得距离跟信任之间的平凡 到底该怎么样拿捏呢 其实信任是存乎自己心中的 但是距离是两个人要一起调节的 如果你不信任 自己是他心中的那个爱 余生我说给你听啊 如果你不能相信 你们就算呢 是每一天都抱在一块 你还是想要看他的手机 信任的问题比距离要严重多了 如果你不能相信他 也不能相信自己 你一天见个三次面 打八次电话 也一样不会相信的 但是反过来 如果男孩你真的还要跟他继续走下去 不是为了责任哦 如果为了责任 二他想要的是你常常发简讯跟电话关心他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还要继续跟他走 就建立他的信心 要不然 只是为了责任 就不必了 社会在建议 科技也在建议 自然界也在建议 现在的大灰狼可不是像以前那样 抓住一只就失掉他 现在大灰狼也觉得聪明 抓住了一只温柔可顺的小绵羊 先把他转扬起来 以背负实质 除此之外 在外面能闹一口 是一口 虽然他在你的心目当中是爱人 但你在他的心目当中 不过是众多猎物当中 最温柔可顺的那一只而已 猎物爱上猎人的结局 就是今天这样的结局 如果你不是软弱可欺的话 他怎么可以这么不注重你的感受 他说他今天就忙了 我就想男的都是以事业为重 我不想就是过多的去干预 现在受不了了 他不过是搞不定别的女人 只搞得定你而已 也就你傻 才乖乖的待在那羊圈里 等着他来宰野 你还在这个家伙这浪费什么时间 最终 你为了爱 结束了异地链 你跑到他那去 但你的付出得来的是什么 你的付出得来的是更多的轻松 一个男人口口声声说 到这来今天是为了挽回你 挽回这段感情 却可以完全不加思索的 回答主持人的提问 工作比你重要 你就让他跟工作去恋爱就是了 哎呀 所以有了一个女儿之后啊 我对这种人真是越来越重心棘手 我是一定要把你拖出火坑的 好不好 姑娘 如果你要别人尊重你 要别人尊重你的话 尊重你的付出 那么首先你得尊重自己 说话呲呲的 但是今天你的行为 你的决定 一定要是杠杠的 就这 我最喜欢的就是开年的这段季节 因为一年的新叛递 在这个时候来了 情感也一样 明知已死 何必还留呢 时间留给你们吧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八 刚刚听到老师的一些 说的一些东西 我想了一下 其实可能真的 我把这个责任理解 成另一个意思 在这个感情里 我说你应该冷定的去考虑一下 我想一下 不管怎么样吧 我今天永远会在 那个门这位置等到你 如果你还能给我这个机会的话 我希望 等我出来的时候 我还能看到你 我就是想好好跟你在一起 和你多一点时间 不想总是 你说很忙没空理我 其实有的时候你确实挺麻烦的 但是我舍不得这个麻烦 我上病的时候 最想让人陪的就是你 我希望一会儿能看到你 既然赵三说解救规定有用 但我依然痴心未感 刚才还在说你是个麻烦的 你觉得你这麻烦还愿意这样添堵下去吗 姑娘自己斟酌吧 回去吧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来请关门 我相信大家最关注的 当然是想看一看结局是怎样 请开门 哎呀妈呀 谢谢 你看他那得意的样子 你看看 你先答应我 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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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猴年子 哎呀 考虑好了吧 你先答应我 我答应你可以 你先答应我以后 我需要你陪的时候 你要在我身边多陪陪我 工作要帮忙的时候 你们想看 想看 待基 soph 就听他这么重 iff 见